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虚空 谭今天讲的 今天已经讲的 就是在这个 祖师都是直指见性的 直指见性里面 你不管心性之中的 你的获达 跟再说中通就是通本 无论说你是获达通本 其实就是下午那堂课一直在讲的 你要是有心 但要立心你都要知道 觉得那个心的从来非种种心 你觉得有说 觉得有种种道理 跟觉得你有本可以指 其实都是如日处虚空的 所以表示说什么 表示你说通跟说本时 你都是在跟大众讲那个 不可以着相的本来面目 如日处虚空 所以这如日处虚空时 太阳照到虚空 虚空是能容万物的 它能容万物的 那个说通当前 你似乎它可以讲尽一切法 但是讲尽一切法的目的 就是让你 它永远是离一切相 它永远不是跺在众生 过去一直以为有着的 那种攀缘之中的 中通也是 虽然为说通之中 说种种本 说种种根本 但根本是什么 方便一些众生行者回头时 你一个方向可以指认的 但是指认的目的是在让你说 指认的目的也是在你的大觉心体上说的 你明白心体时 事实上你在说说 你在说种 其实你那个心中是处处两处都不拙的 你越是两处都不拙 你才能够说尽一切法 你在两处都不拙时 在说种 你才能够真正一切法中 才能打本打种 所以他说说通与中通 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信法 出世破邪中 当然有的人认为说 我有所 就这下午讲的课 有所领悟 那都是邪中 还有所可传述 都是邪中 所以才说 世尊说了四十九年法 没说一个字 没说一个字 其实讲进佛法 讲进中门 讲了那么多的法 他也没说一个字 就类似我今天讲的 你说我听不懂 我也没叫你听懂 我叫你当下反观 我哪里跟你说了什么字 我哪里给你阐明什么道理 我只是让你认识本来 要体会本来而已 所以假借种种文字 假借种种阴生 只不过让你更熟悉如何 当下下决定心 当下反本归约 当下能够 逆逆之间 旧本而参 就是这样的 所以事实上要讲法的人 他也不是说真有法可说 但他不是说真有法时 他就让你通达 你的根本本来面目 那个本来面目在哪里 本来面目就是让你认清楚 无一法可住处 但无一法可住处 你才是明白一些法处 所以他能说 但是都如日处虚空 都如日处虚空 就是大觉的制造 都处在虚空中 你说他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 你说他什么都没说 他偏说一切法 就是如此 你将来的心性也是 你的决心当下应用也是 你说你的决心在哪里 决心里没有一法可以一直成 但是没有一法说是他的那个信空 他却现前都是一切感觉 就是一切感觉 所以你在意你觉得有我处 也是如日处虚空而已 大家懂吗 你说 有个问题 是这么说的 他说 净土法门 为特别法门 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建议 十方一切诸佛所顾念 也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大院 八万四千法门 就为通土法门 必须断破才能两拖身 经历三大阿生期间 然后他就比如说 修净土法门 修净土法门就是 城上火箭飞船到达目的地 那么修通土法门呢 就是一步一步走路达到目的地 我现在一直想请师父 还是这个 他这两个比喻 是否正确 或者说我们从心心上来 怎么参照了两个 净土法门和故土法门的 两个修法 那这个讲这句话的 可能他平常在交通部门做事情 就是火箭 还是高铁 这个念佛法门当然是十方诸佛 异口同宣 因为那年无量光无量寿 你称那个名字时 它就能够启成一切 其他的绝照现前 你明白那个大绝石 虽然刚开始只是称名 你心中有那个明目时 你不要小看那个明目 那个明目若在决心 就是大师之菩萨 袁通章讲的相光庄严 你将来发现 决心它就是有如是的作用 它就有如是的智慧跟力量的 只要你知神恳切 面对哪个明相时 那个明相就能活在你心中 你活在世间是如是 有如是智慧的 你将来活在初世法中 也是如此的 那为什么讲说 阿弥陀佛这句话 是十方诸佛一口同宣 因为你知道那个无量寿 无量光石 它可以看尽 所有的一切感受 现前处 它都知道都是觉性 那叫无量诸佛 那叫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同宣 同宣的是什么 就是这念无量光 学性照照黑时 你不知道黑就是绝吗 所以黑在黑绝上 仿佛叫异口 但异口当前 它就会告诉你 那个根本的能绝黑绝白的 那个根本无量光 不是吗 所以阿弥陀佛一句 真的是不是十方诸佛 一口同宣 但是他忘记 现前你不是能知道一些诀吗 那叫通途啊 你不知道通途 你哪能知道那个无量 你哪能知道那个根本呢 所以通途跟他讲的 他叫什么 他说他是根本 他净土跟通途 是吧 他没有说他是根本 所以假如这念净土 他现前的时候 不能通达通途 他叫什么净土 一心之法 就是你随你所举一法 他就能够通遍一切法 叫通途 对吧 从念佛之中 他就能在念佛 阿弥陀佛 这个相光庄严底下 他就能够看到 从这句名号心中 夺得智慧 他一定能够知道 心中的根本不二 他一定通禅宗 他一定看到 这一念决心之中 他念念能成就一切法的 根本生命 他通密宗 他可以看到 这一念无量寿 无量光呈现一切法时 一定不坏 大决心中的根本净律 他通律宗 所以你也在行为之中 你都知道 哪个行为是坏你 无量光 无量寿的决心 哪个行为是增长 增上无量光 无量寿的决心 这是净中 学律的 律宗行人 他念佛 能够增长律形的下手处 禅宗你参那个不二时 那个不二在哪里参 不就参这个 无量寿无量光处吗 什么叫无量寿无量光 就是一切念头之中 你都知道是绝 那不就是无量光吗 所以过去参这个禅时 你或许直下在 你根本自信之中的 智慧中体会 但是你在智慧中体会的 其实它就是源具 你心里面念明了 那一句阿弥陀佛 那一个名号而已 对吧 就像你向善的人 你行八万四千种种善行 事实上它就在你心里 深处为你源具 一个善人的名称而已 一个善行的名称而已 它同时收摄时 就是一个名号而已 所以这个净土 怎么还可以跟通土比亮 他不知道这一念净土 叫无量光 那哪有通土 通土不就是无量光吗 你照见不了通土 你怎么守在这里 叫无量寿呢 绝无是处 所以你明白念佛的人 他学一切法才是火箭 你明白一切法的人 见到这一念决心 这一句弥陀才是火箭 所以要知道是火箭 依法是火箭 法法都火箭 他绝对不会说 因为念阿弥陀佛是火箭 那其他的 所有的那些通土都比较慢 就好像我说我修善 我念念向善 念念学善人的名字 我将来念善人的名字 将来成就比较快 其他什么善法 什么修 什么善法 善行都比较慢 你只有名字 你没有行为的 你的行为都比较慢 那你叫善人的名字吗 那个名字跟你根本没有关系 你善人的名字 若是真的在你心中 能够身具如是名 你的善行当下限 你的一切智慧当下限 不就是如此吗 那这叫通图吗 所以他光写 他自立的名字都有点奇怪 何况他还写上什么火箭 那些 那这些 尤其是现代学净土法门的人 常常攀缘自己所学 然后念念之间 就是轻蔑其他法门 但他不知道佛门之中 他从来都讲这一心 今天上课都讲了告诉你 你如果还有心立心 那都是邪宗 何况他还立一个 我是净土宗 你看禅宗 讲到不二 禅门日送你打开来 念佛的是他 对不对 持咒的是他 学一些法的是他 他就是让你体会那个不二 假如你还认为说 我是禅宗 其他的法门跟我不相应 你就是二 我为了看你的心中的 根本智慧的不二 我列一切法 一切法不同的 种种行门 那种差异 就是考验你行者 你在接受一切法时 你是不是知道 你要证的就是你那不二的本性 净土宗也一样 净土宗叫什么 既然叫净 叫无然 叫无然 所以它叫净业 就叫无然 你若是还有什么禅宗 跟我不一样 密宗跟我不一样 你就是有染 你就是有染 你念的就不是无量光 因为这无量光就是阿弥陀 无量光是你决心的根本名相 根本名号 你不能抓着名相 名号说我叫无量光 但是我所现的一切光都跟我 它叫通途 我叫快捷 那怎么可能 所以这种人说法 这种言辞 就是根本不是念佛人 他念的都是一天到晚 打尽那种无名 打尽妄想 打尽贡高我慢那个念头 你要真念佛人 如相光庄严 你懂得一些诸佛的智慧 懂得一些阿弥陀佛的那种智德 那种氛围 你自然看一切法时 你都能够在一切法中 体会出无量光 无量寿的道理 就好像你是个画家 你若是真正你的画意纯熟时 你走进任何世间 你是画家 听到的音声 感受到的触觉 你都能够当下 在心里把它谱成为画 对不对 你是个音乐家 学音乐的人 你走到任何地方 看到种种颜色 或者是触觉 你在内心之中 你可以把它谱成图腾 世间法中若发那一心的人 他走进种种差别的环境里面 他都找到那个差别 跟他相应的地方 如何你是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 你看金刚经 你觉得那是通途跟你不一样 你看禅宗 那叫通途跟你不一样 你看任何地方都跟你不一样 那你还是念佛的人 真的念佛的人 叫大念佛人 你读金刚经 你看到讲般若时 你就知道般若智慧之中 他讲的是无量寿 无量光的 根本心中的祸的 你看到禅宗讲的道理时 你就知道他是讲的 无量寿 无量光的 本来流出智慧的不二 那担当的不二 跟你讲禅 你也知道什么禅宗 所体会的那个无量寿 无量光 跟你讲秘 你也能体会 秘宗给你传达的 那个无量寿 无量光的得性 德项 我说你才是懂得一心念佛的人 所以一些事先人 他用心用到深处 他的一心之中还能设一切差别 我们如何修心的佛门弟子 用一个法门 你却天天跟你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法门也是心 你却天天拿着这个心 跟你其他的心比量 那就是那个将来必走歧途 必走歧途 他要是真正知道念阿弥陀佛以后 再也没有这种妄想 在念阿弥陀佛以后 因为无量寿 无量光 所以他可以深入一切法 就这一句佛号 佛名 他可以深入一切法 叫一门深入 就是从这个一门出入 他可以入一切门 叫一门深入 他假如是都是这种思维 都是秉如式的发心 我说他如灯火箭 他才是灯火箭 那其他的那就不叫火箭 那叫不叫火箭 懂吗 阿弥陀佛 师父 这个还有第二个问题 拜另外一个局势 也是碰过他很紧的问题 因为他今天刚才就忙了 今天走 拜法官一下 就是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 他有个现象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就 我们知道是有一个同队 出家人的同队 他是踢步 就是导师踢步之后 那些出家人都不住试验的 是特别不住的 他不是灵犯主席 中文是不住的 然后是散落在全国各地 和城市住到居室的所谓的 所谓的金社 所谓的金社 居室的家 那不叫金社 金社都要出家人才能叫金社 从来那个在家人不叫金社 那是西游记才有的金社 他说为了接近这个方便度纵 他们出来社会上都是穿蝙蝠的 而且牛村化 牛村化 然后就是还有那个 因为他们还在我们术士馆 还在我们公布术士馆那里 那么我当时就说 因为我当时来处理 我就拒绝这种武法 第一个我就想请师父开示 因为我是这样认为的 虚马和尚在这个 明元祭之前 特别语句的话 他必然保得到一领大一 他说什么舍命 就是保得到一领大一 那我的理解是 这领大一到舍命倒下来 就是说肯定是要我们传下去的 要使父 要我们的这个 这个出家使父传下去 并不是真的是拿来看的 保下来都是 并不是要保住拉一 那一领大一 那一领大一的含义是很深的 那么现在 确实是到了末法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连一领大一 连村的身符出来 都变得这么方便了 他们用这个方便的法门来 穿一个遍符出来 他说为了借以大众 当然我也留意过他们的 那个发心和那个行为 他们也不是为了灵恒利 这是我是知道的 也是很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也是为了这个 弘法递生 也是把这个方便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像来说没有多 因为我经常听师父 就开始怎么三宝像 怎么我们要立这个三宝像的时候 那个出家像的时候 他种种的威仪 在新心上疗法 那么这个师父这么做 来借以这样子 而且很多人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小团队 在全国都是有几百 几百号师父神区的 我是从心性上 怎么来解读这个事情 他们不用从心性上来 他们就从根本的佛制上来说 你请坐我明白 佛制上来说 其实讲了一天的课就告诉你 你法本法无法 但无法之中怎么讲佛法 佛无法之中是告诉你 你要懂得立一切像 那个像中 它就能够在你心中 传递不一样的信德作用 你明白那个像中的可贵 所以你才知道佛法 不是说有一套东西 你可以在那里说学不学 让那里传递 没有的 真正懂的就是 他要为自己立明立相 因为立明立相以后 你会发现身根行为 它就有不同的导向 它有不同的智慧领域 那是最初懂得法的人 所以这个一 一叫法也 我们大家都是凡夫 你如果出家 你以为在学什么法 你以为就是宋仲经 念念阿弥陀佛 讲讲念阿弥陀佛就是法吗 我刚刚跟你讲 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无量光 也是你要具足一切身根庄严 一切身根的发心 你才能够念得好 那句阿弥陀佛的 所以出家以后 你不要以为 每天的功课是法 你要建立那种形象 大衣 穿着搁结衣 现出家的现象 跟着一般俗家不同 你才能够在过去 凡清的那个夜感里面 你才能够慢慢洗浊 慢慢知道 你应该有的行为 那种行为那种作用 那种心中的演变 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法 那就是法 所以你真的明白决心时 知道法本法无法时 他才能够善用一切姻缘 为自己建立 能够证得法本法无法的 心中的超越 心中的根本 所以他不是跺在那些像上 说我在传法 然后执着在家人的像 都是刚出家的人 都是在家凡夫 我说我出家三十年 心中的那种在家习气 都还很重 身跟行为上的 这个习气大概很重 你才出家几年 你就敢把俗服穿上了 那个俗服就传递 种种影响 知道吗 你不知道那种影响 那种在无意间 那种潜在意识里面的 那种根深蒂固的沉沦 你都体会不出来 你跟别人说 你在传什么法 所以一件衣服 你不要小看 就哪怕是在家人好了 小孩子跟他 到了读书的年龄 给他换上一身校服 他就能够知道我是学生 他的行为 跟他现在的一些年龄之中的 所有的一些简则 就会不一样 一个年轻人 把他送到军旅去 把他穿上军装 给他一个名目 我是阿兵哥 要穿上军装 那他就能雄啾啾气 他虽然是出家人 可是一天到晚穿着俗服了 就譬如说你把阿兵哥 一天到晚叫他 穿着在家人的衣服 他一定息息很重 他就不见得一定能打仗 所以你看过哪一个部队 他可以叫部队里面 都穿在家人的衣服 留长发 留干什么 那那个部队还能打仗吗 不能打仗 何况我们是 面对生死魔君的 出家人的行律 那个行律 然后你认为说他们不为民 不为利 你知道不知道民利 还有叫卑劣民 卑劣利吗 他根本无民 只要虎口卑劣 他根本懒得做事 用这个行为 他好像他在世间 可能领导不了那么多人 他在红尘之中 用这种现象 用假称这种民 还有很多人信他 称他为师父 那就是他心中 一直放舍不掉的 心中的卓民 然后他就是舍不掉这个名字 所以他明明知道 这不对的 他就故意隐藏 故意安眉 故意甚至障碍 一切众生的心灵 他都无所谓 就是为了保持他那种感觉 他一直活在那种感觉里 那叫卑劣利 卑劣民 他怎么会不为民不为利 只要是凡夫 只要是离开绝体 都是民利而自 都是民利而自 不可能不为民不为利的 所以他说我要在家留寸法 更能接近众生 他是真的接近居士 那么接近居士顾 你就要知道 他这个人将来这一生之中 身心之中难都难脱 在家习气 我要脱在家习气 我不但还要现心现象 跟在家人不同 我还要把自己塑造成 能够到一定的地方 大众的气氛熏息 有的三十年 有的五十年 有的一生 有的两生 搞不好有的多生累劫 都不见得把在家习气拖进 他说出家留寸法 就能弘法 就在红尘 你都能这样子 那应该是举目望去 那么看的都是如来 满街都叫菩萨 那世间才有这种根气的人 假如说你不用穿衣服 你心里面就可以安于法 你不用换你的形态 你不能为自己形态说一个像 就能够安于法 世尊根本不必立身团 根本不用割结衣 世尊早就是大智慧人 他怎么不会教你 每个人都这样子跟在家人在一起 叫做红法 红法红法 最初你能红什么 你成佛了吗 你能红的是什么成佛的法门 不可能嘛 你只能红什么 告诉在家居士 你怎么发心 你要甘心走出红尘 走出在家人那些业力的束缚 你红的是什么 就是红你出家向道的毅力 就是红你毅然决然 你处在红尘之中 你不同世间的这种决定性 你光是红这种法都是利益苍生 不然你还能红什么 所以那些人 你千万别供养 你花一分钱供养在他身上 就是掌养邪知 掌养邪念 我们今天难得已经是学佛了 虽然没有现出家向 叫在家居士 但你要护法 要护证法 你要告诉他 切莫如是做 你要败坏佛门僧伦 败坏佛家形象 一个团体若是形象坏了 僧团就没了 你叫一个学校的学生 你每一个学校的学生 打扮都跟俗人一样 事实上那个学校 那个教育 那个氛围就不在了 所以学校的这种知识还小 僧团啊 这个教义 这个体制是哪 那是不能够有一点损伤的 因为众生的那个习气 太深太难 不是你是用一法 用一心 你就可以找回来的 就能够转回来的 你是要用多少心量 有多少心中的力量 多少毅力 甚至于剃头染衣 甚至于发决定心 受种种戒 灯弹受戒 那不过就是一次一次 在你心中落下那个 念念要向学的那个呼召 那个影像的 有的人用尽影像 就是我讲的多生累劫 他不见得能起一点善根的 但是他要心中知道 惩愧的话 多生累劫 勋总有一天 他能够于事卖柴 听到经文 他马上成佛作主 那是六祖 他要如是勋得 六祖成佛 六祖悟道之时 他还献在家 可出来 红化当下 他还要剃头染衣 也就是 祖师早就告诫 后代的 所有一些弟子 你必须要 依循如是相 你才真能知道 如是法 所以法华经的始祖 都要告诉你 如是法要 如是相性体力作 你心中是如是法 你怎么不献如是相呢 你有人跟人家听过说 我学善法 但我献不了任何善相 有可能吗 他要是不能够是 如法的始儒 他在说他讲什么法 那都叫败坏 那他是自己败坏心性 所以他也在迷惑人性 所以告诉大家 我这样更能贴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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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 贴近众生 不要说他像穿着俗服 还留着 你说寸法 我还讲一个 现在有很多大道场 因为 急于名利 处处建立金色 那大道场建的就是金色了 很多人出家 剃头以后 根本还没有多少年的薰洗 可能一年两年 但是因为他的学历高顾 所以马上派到金色做助持 跟人家讲佛法 说禅 说什么 说种种法 这个法师还是穿着身服 还是现着身像 但是他心里面过去的俗习 还未断 那俗习就是他很 当然 红尘中的氛围 还未断 你马上就派到他那边 他每天都面对的都是在家人 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 更多的在家人来这边 来这边 他们叫学法 事实上不是 就是吸引 虚的名利 就是吸引他而已 连这样的法师 你都要小心 他有可能 因为他根本过去 还没有真正心体太换骨 还没有在这个形象上 还没有在这个发心上 真正巩固他的身格的发心 他很容易 虽然穿着身服 很容易就会变成 你会看到他全身都是在家戏气 都是一般在家人的肢间 开口都是在家人的语言 他穿着服装 跟在家人居士天天接触 都还会起成这种流转 何况你根本服装都不穿 自己还是 自己还在不断的去原谅自己 说你叫做去跟在家人讲法 你只可能被那些法 从此以后淹没了 他最后那一点点良知 那是 那些法师我都会常讲 道场若是这样子接引众生 把他剃头出家以后 他过去跟在家人的那种习气 还会断 你又叫他回去 跟在家人在那边 不管是化缘 不管是交际 都是混在一起 这一点点善根 道场叫做败坏他的佛性 道场叫做不尽道义 这个道场主有无量罪 所以过去的丛林 你刚出家 怎么可能随便叫你去跟居士联络 一定让你在离开居士 离开过去的习气 你一点交流都不能有 因为那点交流就是什么 就是习气的一直延续跟传递 交流都不必 那你现在要交流的就是 真心诚意 你要体会那个 出事的那种决定性 所以十年二十年 你都不见得能出来 什么时候能出来 你是真正明白 你那个发心不退的时候 你是真正在心中 你令你已经对自己认可 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 我是出家人 我是出家人 我出家人的行为 就不会是在家人的时候 你再去跟众生交流 那众生才有可能 被你的行为 被你的善根 被你吸引 不然的话 他们那些人 都叫胡说 他根本没有法可以讲 因为他讲起来好像都祸着大桌祸位 在家人讲法 方便说法 你要问他你说什么法吗 你告诉我你说什么法 你讲的佛法都不彻底 你讲的佛你也没成佛 你讲什么佛法 那你根本心里面还不明白 一天到晚在那边 开口都跟人家讲佛法 就叫打妄语 那叫大妄语 所以我讲说出家人 他能跟人家讲佛法吗 不能 但是出家人讲什么法 不是大妄语 就是讲他如何办到的经验 他只能跟你讲经验 他没有办法跟你讲 怎么成佛 他没办法跟你讲什么佛的 更深的道理 没有 他只能跟你妥惜心性 办到的经验 他所体会的道理 你把你这修行的经验讲出来 都还是要如实说法 每个人都传递自己的经验 祖师传递的是究竟经验 后面的伯弟凡夫的法师们 传递的是他当下发心的那种 发心坚韧的经验 反正如实经验都能够 利益还未向道的众生 传这个才是 传这个不大妄语 就是真不大妄语 要不然你说 有佛法可传 大妄语人 就大妄语人 好吗 这真有那种道场 感恩师妹弟子的情法 是这样的 就是弟子在念念参这个决心的时候 发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重忘了 然后就晚上睡觉 怎么参呢 而且看那个书上有个记载 他们独同意识而已 这个请师傅开示一下 晚上要睡觉都能参的话 但是初夏你都觉得很惭愧了 睡觉就睡着了 睡觉那个叫就叫觉 倒下来就叫觉 倒下都叫觉 你平常要能参 就算你绵媚之时 在绵媚当下 那个决心它都不坏的 它不坏不是说 你在睡觉的时候还在参 没有的 那怎么可能 除非你是不倒单 不倒单是 那是已经根深蒂固 那是真正几乎见性的人了 类似于像 那个叫做那个广青老和尚 什么叫不倒单呢 不倒单不是坐在那边不睡觉 有很多时候绵不倒单 他事实上就是坐在那边睡 我不躺下来睡 叫不倒单 睡觉就叫倒 那怎么叫不倒单呢 你那只要说你躺下来 就一倒就倒霜了 就不倒单 什么叫不倒单呢 就是睡觉的 叫那个昏尘现前 他都知道是觉 他在他昏尘现前时 他要灭掉昏尘 不必 但是决心朗显 那叫不倒单 那个决心从来不倒 那那种功夫 只有真正念念见性者 或者真正修行人 可知道的 那在刚开始 我们这些博地凡夫 你在睡觉的时候 想要能够都知道视觉 不必 你就放下 白天好好的餐 晚上又是睡觉时 梦太多 你起来要惭愧 对不对 你一定白天没好好餐 你能餐到什么时候 餐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你在做梦 你都会发现 梦中都会提醒你 或抉择者谁 那才是表示 你平常不在睡觉时 你也是真正转型 真正用心 你要用到这种心才行 将来慢慢慢慢 你觉心慢慢明朗 总有一天 你在大昏尘现前 那觉心都不昧 那觉心都不昧 不是你不知道昏尘 你不会昏尘 一定要昏尘 但是觉心都不昧 所以那叫不倒单 知道吗 那是不倒单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可能看到书们写说 如果说在我们肉身 就是远近的时候 中阴身马上跟梦中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梦中能才 你中阴身就有把握 可能看到这些言语 然后请到这个 梦中不能叫中阴身人 你现在的梦还是你这一期果报之中的业力之中 才呈现种种梦的 中阴是这一期果报写 你下一期果报还没显现时 那个中间那一段叫中阴身人 你不能说它是梦 它不过都是业力的虚妄而已 但我们现在的梦中 你不能说是中阴身的梦 那是整天你那个精神上面的不断的造作 那个疲劳而已 那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你在梦中若是能参透时 中阴身就能参 错了 也不一定的 因为梦中怎么参吗 梦中都还是梦境 你在梦中觉得参透是不是梦 那都还是梦 只要你平常的时候梦境若深 太深了 连白天醒来的时候都还是梦境 那梦境之后就会讲梦话 讲梦话就是 那是中阴身参 梦中参透中阴身就能参 这叫梦话 这叫梦话 梦话太深 将来中阴身入梦 因为那就是业力 虽然前期果报歇 下期果报未深 但是因为过去夜感深故 这个夜力强者前 所以中阴在哪里呢 虽然还未现前 可是已经酝酝将来如梦时节 酝酝过去他夜力强的那个感觉 那叫中阴 那不是那样的 你只要白天好好餐 梦中的事情你不要想 梦就好好睡 睡饱了餐 睡饱了餐就是了 决心是在决明明白白时餐的 那决心暗昧叫做叫 你就好好地叫 起来了再觉 懂吗 这边还有个问题 往生者走了的神势去往何处 在洋人如何 在洋间人 洋世人 如何才能帮助他 往生人走了不是他的神势去哪里 你何必等往生 我现在问你 你的神势去哪里了 我们现在还活着 你的神势 想我们活着你都找不到神势 你怎么找往生人的神势呢 往生人的神势 跟你活着的神势不都一样吗 你的神势在哪里 你的神势就在生生灭灭你 他去往何处了 他前面没去 下面也没走 去往何处 却被这些妄业 随着他习惯之中 换生换灭 他去往何处 就是这一例你以为的神势 今生业力现前的时候 我们叫做人 将来人相歇的时候 那个神势 在刚刚讲到中阴 业力还会成就时 他在那边叫中阴 将来业力成就时 他可能就是别的借道 你看到那些业力 会在他眼前不断的变化 他的神势有去往何处 他从来神势也没有去哪里 他就是神势不是吗 所以神势没有去往何处 但是你说我们阳间的人 如何帮助他 阳间的人是因为什么叫阳间 是因为我们还活着 互相看着活着的人叫阳间 那你说他死了叫阴间吗 我们只是阳间的人 方便说他阴间 假如他阴间若是有灵事 他一样可以看到阴间的人 他不是那个阴间的那个感受 不都还叫做绝阳吗 他不都阳间吗 假如说你是看不到的叫阴 那鬼道众生看不到人间 那我们人间不也叫阴间 所以都不是这样说的 那阳间的人只是方便说哪里 就是你可以发心明明白白的人 叫阳世间人 你念念之间再也不甘心 随着过去一般烦恼众生 再受那个意识流转的人 那个将来生生世世轮回 他都不会堕阴间的业力 他都不再堕阴间的业力 所以你不要说他神世一定去阴间 他哪有去阴间 他神世若是已经去阴间 他将来不能够投胎到你认为的阳间吗 所以既然那个绝阳叫绝阳 他到哪里都叫绝阳 今天在人间 我觉得人间的感受 你说我是绝阳 将来我要是出生到 我能觉得我出生到 那还是绝阳啊 但是这个绝阳现前处都是什么 都是一直不断地说 我是出生 我是出生 我是人 我是人 这是绝因 这就是绝因 所以感受现前时 你自己把自己定位 是什么的时候 那是绝因 但你为什么会能定位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绝阳一直存在 所以阳世间的人如果帮助他 往生者已经往生了 所以他的神世 其实你都知道 神世根本本来都在 但是为怕他 神世随着过去的业力 幻生幻灭故 所以在阳间的人 我们自己都要懂得修行 在现在的神世当前 我们也要看透 我们再也不甘心 随着我们的业感幻生幻灭 你只要有正面发心 再把你正面发心的纯真 回向给你一切的情人 回向给你一切 不在世间的人 回向给你 一认为他已经往生 在阴间的人 他将来在一切感受 那才是阴间 感受现前时 他的神世根本不昧 他就不跺阴间 他就根本不随阴间走 他将来不跺在阴间 随缘在六道现身 不是三徒 只要在人间 那个阳世表示什么 你念念那个阳世 表示你是在世间上 有智慧的人 那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要怎么样帮助他 你永远记得怎么帮助他 用你的自心的氛围 化解你周遭的 所有的一切业力 你自心若是不肯面对 你想要帮助谁 都是虚望 一个人正在痛苦时 他一直受这个痛苦的折磨 受他的这种 这种 受种种那种委屈时 他说我现在想要帮一种 另外的痛苦的人走出委屈 绝对没有办法 那委屈跟痛苦的人看到你 只会更痛苦 更委屈 你绝对没办法影响他 你要绝对相信自心中的力量 所以你要在自心之中 体会到那一点道理 心中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那一点道理 而且那点道理 不是世间的善行的道理 那是根本照见自信的 那个无量的 那个叫做什么 无量的金刚王的力量 你只要体会到一点 那个力量不是用世间 任何事情可以比量的那个道理 回向给自己亲人 哪怕是你最初的那一面法心 你最初的那一面法心 从因到果 那个因中都有什么 因中都有将来必尽解脱的力量 你把这个回向给你的亲人 所以正在回向时 你以为你在帮助他吗 假如你真发这一面心时 你会发现 那个亲人就算往生 他都在帮助你 如果是没有亲人往生 你还不知道发这个心 还不知道怎么样 真正用自己的心 去发心回向 所以反过来说 就是因为他往生 所以他提息了你 所以有的时候 是我们周遭的亲缘 陷阱中中苦向时 他帮助了你 所以以前有很多的高僧 有很多的祖师 他们怎么成为高僧 成为祖师的知道吗 因为他们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遭逢打难 遭逢生死苦难 那一念心中的不舍 那一念心中的痛苦 他选择出家 去面对生命 然后回向给他的亲缘 有的时候你看到是他发慈悲心 救度他的亲人 那另外一个角度上看 其实亲人不就是正在帮助他的精神 所以《华言经》中才讲 一切众生是菩提根 诸佛菩萨常用大杯水灌菩提根 才能够开出诸佛菩萨的智慧华国 所以你想要怎么帮助他 你先要感恩 他在帮助你 既然他在帮助你 所以你就用必尽的心 现前去面对自己 你只要肯于用一念必尽的心 现前面对自己 你将来就会用这个必尽的心 是因为他帮助你 所以因缘之中 你内心就能帮助他 更何况你还在这种行为上 念念思念他 念念回向给他 念念想帮助他 那个心是不可思议的 他就算已经投胎在其他的世界 远在他方 他突然都会感受到 无量节前 某一个世界的亲缘 正在为他祈福 为他积种种功德 他本来处在世界夜感中的 种种困境里面 突然都还有一些善因缘呈现 所以你要相信 这个发心的不可思议 是在这边去发的 父母年长身体不好 周围子女如何帮助他们 你要是一直看到父母身体不好 你就算像我们24校讲的老来子 你在他面前拿着波隆鼓 一天到晚娱乐父母 因为他又年纪老迈 身体又不好 你就算能进这个校 在父母年纪老迈身体不好时 只是看到你心中觉得安慰 将来百年以后 你还是遗憾 你都是遗憾 身体一定会不好 年纪一定会大的 但是你能在看到父母年纪大时 你能不能为父母发旧境 从此出离六道梦境的发心 你只要发了这个心 就算你未证 但你那个发的那个心 若是发心若是至尘 你看你身体父母不好吗 他将来投胎再生为人 他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 还是会有身体不好 可是因为你懂得发心若 将来他生生世世 在他种种生老病死的变化里面 他看到是心中的掌扬 他看到是心中的智慧 心中的掌扬 心中的智慧 一样也面对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但是因为过去 你在心中的智慧 你天天如是不断熏悉故 你本来就不被一切感觉所迷昧 你本来在一切感觉上面 都能够体会那个决心的从来不二 你知道不知道身体不好 跟你老了跟你病了 都叫感觉 都是感觉 所以我说 我先不要说成佛 只是今天用世尊的故事 曾经讲过 世尊陷痛陷不痛都是觉 将来你心中清静时 纵然会成佛 那有的时候身体的衰败 不衰败都是觉 他衰不衰 衰啊 都会坏啊 但你心中不坏啊 所以正在衰败时 老人家心里面 还会知道种种好的道理 还会感受到种种好的境界 甚至看到自己要衰败的这个身体 他都知道 我要走了 我不行了 身体不行了 但他那一念心 你感觉到他是受他的不行了吗 他是明白不行 甚至于告诉你 我要去哪里了 我可能感觉到 有一个非常祥和的地方 我要走了 他还会认那个身体不好的 那个形象是他吗 世间但有一些善行 有福德的人 都还有如是 连老末之时啊 如是的福德 现象呈现 何况你是真正用心 回向给你父母的人 你是真正用心 每天去念念之间 报答你父母的人 终于一天 你心愿若是成就时 你生生世世的父母 或是你过去生中的父母 有一天他就会感到 你回向给他的那一念心 你只要回向给他的那一念心 他若感受到时 他在他方世界 也同样发起那一念心 那一念心 他若是因为你的愿力 他发得起来 这才叫真正报尽 无量节来 一切父母恩 那一切父母恩 你假借今生父母的 心中清源的这种 这种孝道 你可以想到 你回向给无量节前 所有的一切父母 都如是报 所以你面对的是 今生父母的影像 但你可以同时报尽 一切父母 因为父母两个字 在你心系上 法性上就是两个字 但是这两个父母的 如是人间的法性 他却可以带进无量节来 所有的一切父母 所以你能报答这两个字 报答这两个信心 将来如是两个性上 他能将来报答的 修饰你无量节的一切父母 这才是真报父母恩 祥亲问的 你问的 你早说 我没有看到后面 要是早知道是你问的 我就不是这样回答的了 作为子女如何帮助他们 出家修行 好好向道 你还在红尘 再说怎么报答 你多少都 心中都沾染 红尘中的氛围 你平常说修行 一天24小时 可能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修行 还有22个小时 你在修行 在家人的气氛 因为你在家环境之中 耳濡目染 都是在家人的气氛 你说我在修行 我在修行 刚刚那个菩萨讲的 他故意说他已经出家 穿的俗服还提了寸法 他都没办法修行 何况你能修行 绝无是处 所以你真要报父母吗 年长身体不好吗 赶快出家向道 因为现在人的感受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交通不发达 所以以前才有出家了以后 到了寺庙 可能就从此以后 与父母诀别了 再也看不到你 现在出家 哪有过去那种 现在有很多出家人 又哭啊干什么 我都在笑他们 你出完家一个礼拜 你爸妈就看到你了 下个礼拜 你爸妈就到你寺庙去打斋了 哭什么 我都问你有什么好哭的 我只是担心 因为你爸妈常去看你 你可能不能好好办道而已 那个亲情难舌 只会胀道而已 所以父母身体不好 他一定看到你的 尤其是在父母年纪老迈之时 他能看到你时 只要在经济上面 他不是要依靠你的 你可以献个出家项 因为家里假如还有兄弟姐妹的话 你总要在你父母了迈 将来这一期果报 姻缘将歇之时 他永远眼睛看到的是 他有个孩子是出家人 我有个孩子精进半斗 你不知道那种影像 那种念头 你才是真正八极父母 那是真正在度父母 不少说是你问的 你赶快出家 你把这个问题 这个名字 后面再改一下 你改成荣静 我一样这样回答 你们两个 荣静你不要学私规 私规叫小燕 他从来不规 他就是春夜 他是另外一个春夜 还有什么问题 明天要去离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